今天清晨因为一场大雨 造成了台东台23线39.7公里处 发生了土石摊坊的意外 三棵超大的落石就直接滚落在道路上 导致交通中断无法通车 由于土石摊坊也让三个村庄 没有办法进出东海岸 因此县府也宣布了这三个村 在今天停止上班上课 巨大落石几乎占满整个道路 人车根本无法通过 现场围起封锁线 并摆放交通追尽室 工作人员利用机具清理大量土石 这石头很大 这平常这边看起来没什么迹象 有一些丰厚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把它进出一个处理 24号清晨五点台东台23线 39.7公里处 因为大雨发生土石摊坊 山壁大面积崩塌 掩盖约40米的入基 导致双向无法通车 暂时封闭 预估中午前后恢复单线双向通车 这回掉落的三颗落石 最大颗将近五六百吨 相当庞大 目前怪手只能先清理 再用机具打碎 台东贡物段也派原道场抢修 并表示边坡已经做过化 但大雨加上风化应该是主因 土石摊坊也导致交通中断 包括太原村 北原村以及上德村 24号都停止上班上课一天 另外连猕猴也来凑热闹 由于矫正署刚好也在太原村 管理员无法到监索交班 只能在桥前等路通 一旁的台湾猕猴也停在路边 一起等待 幸好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刘凌翔台东报道